你在玩手游嗎 有啊 當然有啊 有啊 哪一天不玩 有 我最近在玩這個 大福娛樂城 它的全球下載次數 已經破一千萬了 就等台灣有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在玩 台湾手機遊戲市場有多龐大 光是2020年整體下載量 就衝破7.5而已 行動市場收入 更有85% 白字遊戲 我走到哪裡都可以玩 像我最近在玩的 日本大福娛樂城 它只要下載 就多一千萬的經濟 像我最近下的那個 大福娛樂城 它那個手機遊戲 霸霸仲你知道嗎 今天可以跟朋友打聯盟戰 明天還可以偷朋友金幣 下載一款遊戲 就好像在下載100款種遊戲 要好玩 幾乎是人人擁有 5.5吋以上螢幕的手機 網路普及 加上疫情改變 消費和行為模式 讓台灣遊戲產業 搶進全球前十 其中博弈型的拉霸遊戲 更登上最熱門 話題討論度 堪稱手遊拉霸界的寶可夢 大福娛樂城的玩家 享受到滿滿的娛樂感 天天換內容 一週一款新遊戲 多到玩不完 不用儲值就有免費金幣可以領 而且多人模式 一人中獎 全家中獎 除了拉霸之外呢 在大福娛樂城裡面 還有非常多的休閒遊戲 像是寵物養成 攻打春裝 交換郵票 跟主料理 還有打聯盟戰 然後每天一起刷任務 不管你是愛挑戰 還是愛交朋友 在大福娛樂城 都可以一次滿足你 不受限於場地 線上直接討論遊戲策略 防疫在家不孤單 也讓台灣手遊市場的 含金量越穿越高